我怎么进行选校定校的对比 来大家跟我说说 我怎么跟一个学生提供战略性的指导意见 在Azones University WPK商学院的MBA的校 跟哈博University 哈博Business School哈佛商学院的MBA 您告诉我 大家我张老师我坐这里 如何提供战略性的选校和定校 这个所谓的遗憾是怎么产生的 我觉得这世界上有一件事情很可怕 就是自己给自己画饼 每次我看到学生自己给自己画饼的时候 我都觉得张老师是我应该往上面撒葱花啊 还是刷天面酱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能帮他把这个饼做好 这又一个 你说这个孩子 他是怎么能够同时申请Azones University 亚里桑大州立大学和Harvard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学的 我没有说ASU就差到什么程度 但是咱可以说说哈佛可以好到什么程度 对吧 这是怎么能同时申请亚里桑大州立和哈佛大学的 这是这是就是就是就是like what 我我这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不明白 我就觉得那个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中介忽悠你 你自己就不够脑 怎么有些事情就是 如果大家不知道ASU的话 我还挺喜欢ASU ASU再怎么好 他也好不过哈佛去 好吧 问我 这学生现在问我说 他主要申请的是MBA方向 他申请的还是ASU的MBA 他申请的还是哈佛的MBA的 哈佛的MBA 然后过来问我 请问张老师 ASU是个什么水准 WP carry厉害吗 你让我怎么回答 我我说ASU厉害 他再厉害也没有哈佛厉害 没有哈佛厉害 你让我回答WP carry厉害 那 我真的 我我觉得这种 我宝宝我能说什么呢 就这种就这种的 我 学生来自于国内 非985非211 学习的是 computer sign 资算机科学的本科 一个非985211的 我也没有说非985211 就怎么怎么样 我今天非985211的学生 照样 住客 NYU 包括扎哈佛 都录了 我没有说非985211 怎么样 但是非985 非211 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的本科 要去进哈佛厉害 要去进哈佛的MBA 你最好是改变过世界的人 真的 要不然我觉得 你还是真是按照我跟他说 我当时真的 我张老师 我真的 我就问问桌上搁的那个Amazon的Alexa 我就问问他 我说Alexa 我应该 我应该怎么把我的情商的开关打开 我应该怎么委婉的跟这个选手说 Like Alexa How to spel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情商这个词怎么拼 我跟他很委婉的说 我说你最好是改变过世界的人 这样的话 我觉得哈佛还是比较看重这些 能够改变世界格局的人 你就知道我坐着 每天有时候工作 真的是 他说 我想留在海外生活毕业以后 觉得海外工作的人 很好 然后说他看了一些学校 他觉得他缺少哈佛的一些信息 我觉得他确实缺少一些哈佛的信息 哎呀 我真的是 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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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 这怎么 这怎么会 我怎么 我怎么进行选校 定校的对比 来 大家跟我说 我怎么跟一个学生提供战略性的指导意见 在Azones University WB Carver商学院的 MBA的像跟哈佛 Havard Business School 哈佛商学院的MBA 你告诉我 大家 我张老师 我坐这里 如何提供战略性的选校和定校 你们说 好吧 我真的 我遇到这种了 我就觉得 张老师 那我真的 这次 我真的不知道是撒葱花了 还是应该刷田面酱 我太难了 我真的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Hannessey Consulting Group 我们支持 Global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